白色的叫逸兰树 这个白色的逸兰树 它这个树是先开花后长叶子 把这个花落了之后才会长绿色的叶子 天气冷的才开花吗 要这样吗 开照 你要是想要这样到空里面 最好找出太太就是他们这边开照 好 能马上起出来 找的是当时内城的范围 带的长方是当时外城的范围 内外成员之间当时都盖了一些弓箭地面建筑 那么现在的兵马俑的位置在前面 您看到了几个灰色的房子 中间那个长方层的房子 是咱们在所处的兵马俑的一号有坑 那么有一问题就出现了说 为什么齐玉皇给自己把就是做这些兵马俑 这些兵马俑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齐玉皇活着就是有一支统一六国的部队 还有这个坑里面出现了一些黑色灰烬 明显是被火烧之后留下来的 说这一种灰色盖成之后 经受过人为的毁坏 人为的粉烧 被谁烧的史书里面没有记载 但专家推测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部队 因为史书记载当时像有部队 火烧了秦水皇陵部队的今天建筑 推测同时还找到了兵马俑村 后来放了一把火烧了屋里面的部队 土掉下来一两岁的 反正挖菜都没有一个家里面的 而且这些泳菜最初挖菜都是彩色的 他们的表面都一层漂亮的彩绘 后来一层彩绘的挖菜见了 空气都氧化了 所有人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起开启火烧 林宅 那是黑了 我去看看 我们都在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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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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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